這兩天晚上住在三支區中正路三段的民眾 都會發現有不明的氣體 許多人都不知道是有火災發生 還是有人在焚燒廢棄物 而根據附近居民表示 從21號的晚上開始接連兩天的晚上 這一帶的住戶都會聞到非常濃 而且刺鼻的塑膠味道 一開始以為是火災發生 不過出來又沒有看到火光 也不知道這一股怪味道是從哪邊飄過來的 這幾天有還是昨天晚上才有 社團是說昨天晚上就有了 前天前天 兩天喔 人剛到午休 消防車來了以後過沒多久 9點多就沒味道了 可能被撲滅了 看到消防車來趕快撲滅吧 那個味道是什麼味道 類似燒塑膠的味道 塑膠的味道 很臭 對啊 那都是晚上才有燒的 對 都什麼時候開始就有聞到味道 大概 大概那時候也是七八點的時候 七八點就有味道 對啊 所以兩天晚上都有這個味道 對已經連續兩天了 今天晚上就不曉得了 居民說聞起來像是 燒焦的塑膠味 而且非常的刺鼻 因此在昨天晚上也通報了消防隊來查看 一開始還沒有找到是從哪邊飄過來的 後來發現在中正路三段住戶的對面 這一片大田地中 有一戶三合院 前方有燒過的痕跡研判 味道疑似就是從這裡飄出來的 近日我們這邊有接過報案說 我們轄區內周遭都有那個民眾在燃燒 廢棄物 那這一塊的話有涉及到那個公共危險罪 以及那個環保的那個問題 那個是燒廢棄物 那裡面因為有塑膠 所以整個那周遭環境的空氣都是有那個燃燒 塑膠的味道 因為天干霧照那燃燒稻草的話 你冬天又那個東北季風的話 那很容易造成那個火勢擴大的延燒 雖然消防隊到場已經沒有在燃燒 也不見旁邊有人 而對於這樣子的味道 影響到附近居民的居住品質 消防隊也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隨意焚燒廢棄物 不僅會產生惡臭 還會影響環境 可能會受罰 加上最近天氣乾燥 一不小心還有可能引發火勢 而且消防隊未來還會加強注意 繼續斷易 三隻採訪報導